這有請問我認同的是17歲 你為什麼不想X17歲的 所以你覺得要老骨重來 我講的是 你好 你有一些你的相關發言 坦白說你的相關發言 我不認同了 那所以請問我 我講到X17歲是男女的老骨重來嗎 我不認同啦 但是我 你為什麼不認同 台灣法律 你過半歲嗎 不是 這是你想幹嘛 這是你的事情 你也不用 你問我認不認同很奇怪 那難道我一定要認同嗎 如果你去實行了這個事情 那就是犯法 那就不行嘛 那你說 你寫毛骨重來咩哥 你寫毛骨重來咩 我講毛骨重來是你講說 皇子家行為不嚴重 然後國民黨跟你 難道國民黨要幫你的價值背書嗎 這件事情毛骨重來 這個貼文裡面 哪一段 是 我在暗指你喜歡五歲八歲的小朋友 然後我在暗指你戀童 哪一段我帶這樣的風向 從哪一個字可以推導出來 根本沒有啊 對不對 不然你可以說啊 你說 我從頭到尾就這些字 我了不起說 強化而少保護拒絕性剝削 不能放過任何一個助長歪瘋的人 對啊 我覺得 你的 你講說沒那麼嚴重 我不認同啊 我覺得這個是不正確的言論啊 沒錯啊 這是我的態度 那 那不可以嗎 國民黨近期開辦群錢戰鬥營 這是課程邀請到網紅亞洲統神 清授空戰技能 我說國民黨的戰鬥營 真是令人毛骨悚然 強化而少保護拒絕性剝削 更不能放過任何一個助長歪瘋的人 難道這就是國民黨認可的講師嗎 這就是國民黨的態度嗎 這就是我的意思啊 原原本本 哪裡改口 哪裡說 哪裡嘛 不是你 不是要講清楚啊 哪裡嘛 我就是說了統神講沒那麼嚴重 我根本就不認同啊 我就問了國民黨 難道你認同嗎 好嗎 那既然現在委員也來了 我就請問嘛 統神說黃紫礁涉嫌性侵未成年 根本不嚴重 所以委員你是不是也認同嘛 那你一邊又說要修法 要把法則提高 那你覺得現在有人說不認同 說這個黃紫礁行為根本不嚴重 還好沒那麼嚴重 那是不是你也同意這樣的看法嘛 那如果你也同意這樣的看法的話 你幹嘛要提修法 說要把法則提高呢 不嚴重的行為 法則為什麼要提高 那我知道你可能是針對國民黨 我知道 可是 你下面的留言 跟很多網友下面的留言 我不知道你是故意暗示還是怎麼樣 因為我剛有看你直播啦 你的意思就是說 你沒有講說五歲八歲 可是下面有很多網友就這樣子講嘛 那就對我造成影響 因為你只說未成年嘛 阿未成年有那麼多層次 可是如果你有看完我的影片 或是你有看完那個報道 因為我那時候報道上面有寫說是K小姐 K小姐十七歲 啊怎麼 上下文連結怎麼樣也不會到五歲八歲吧 好 好 喂 喂 喂沒有 我再等你講到一個段落 好 我等你講到一個段落 那我等你講到一個段落 好 那我等你講到一個段落 好 沒有 這 要 不是 你 我剛 如果你剛有看我直播 我的發文從頭到尾就那個樣子 所以你也看得出來 我沒有 完全沒有講什麼五歲八歲 或是說你戀童 或是說你喜歡幾歲 這完全都沒有 那 你也看 不是 不是你講五歲八歲 是你退讓別人有引導這個概念 因為你就是想寫多未成 就把那個標題這樣去 我沒有引導啊 不是 因為現在 現在黃紫嬌 好 對不起 那我 我把我的相話表達完 就是 好 我沒有引導 大家覺得你是戀童或是怎樣 那如果你說 啊下面留言有人罵你 那 那也不代表這是我操作的 就像你的聊天室 剛剛一萬多人很多人在 對我人身攻擊或幹嘛幹嘛 我也不覺得這是你 你在弄你的 你的粉 然後來弄我怎樣啊 所以我只能為我的言論負責嘛 那我的言論很清楚 就是 你可能 因為我剛才你有講說 啊17歲364天 怎樣怎樣怎樣 可能你覺得 裡面嚴重程度有區間 好 十幾歲 可能跟12歲以下 那是不同嚴重程度 那我的意思 從頭到尾就是 黃紫嬌現在涉入的狀況 包含 他 持有未成年人的性影像 包含有人出來指控他 當年在 受害者未成年受性侵 我覺得這個都是很不OK的 那你說這沒那麼嚴重 這句話我也不認同 所以那因為你是國民黨的合作對象 國民黨在去年 民進黨 那時候我說根本就 因為K小姐他沒有去提告 他那時候說他不想 他沒有要提告 他只想要黃紫嬌的盜竊 我說這個很奇怪 我說這個可能沒有 我說這可能不是事實 所以我們就沒有討論到 這個K小姐的部分 就是強姦那個部分 那我說其他的不重要的 我說沒有那麼嚴重的是說 他只有那個影片 那你覺得持有 你覺得如果說400多部 你覺得持有7部未成年影片 你覺得很嚴重 那也是你的看法 我尊重你 沒關係我們下一個話題 因為我覺得不嚴重 那你覺得很嚴重 沒關係那我就直接下一個話題 那我想請問你 你說我國民黨找我這種人 毛骨悚然是什麼意思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啊 就是我剛剛在我的直播也有講嘛 就是毛骨悚然是一個我的主觀的 表達我的情緒跟看法 簡單講就是我覺得 這不對 這值得譴責嘛 因為國民黨 就像我剛剛講的 國民黨過去包含現在 他們的主張 那我的原話是17歲 16 17歲 其實那個文章就是17歲 我直接老實講 我那個文章就是17歲 我覺得我想XX17歲的 所以你覺得這樣很毛骨悚然 我講的是 你也好 你有一些你的相關發言 坦白說你的相關發言 我不認同了 但我從頭到尾 我毛骨悚然 我講的都是 國民黨一下子 拿很去 包含在發出的性評 性評爭議 民進黨自己過去有me too 我們也出來道歉了 那這些事情的時候 國民黨都拿很高道德標準 出來罵民進黨了 那現在 他們 他如果接受你的這樣發言 他們不就是兩套標準嗎 那這樣子 所以請問 所以請問我想XX17歲 是哪裡讓你毛骨悚然嗎 我不認同啦 但是我 你為什麼不認同 為什麼不認同 台灣法律 台灣法律 有犯罪嗎 不是 這是你想幹嘛 這是你的事情 你也不用 你問我認不認同 奇怪 那難道我 我一定要認同嗎 對不對 這是我的主觀 對啊對啊 那 所以 這是你的 不是你說你 你說你想 而且你在腦袋裡想一想 這尊重你嘛 你就像你剛我有看你直播 你說你喜歡看NT啊 什麼什麼類型 然後你有很多想法 那你想法都OK啊 我 我 對不對 這 我 就是 我沒有要針對你的 就應該說 如果你去實行了這個事情 我 那就是犯 那就犯法 那就不行嘛 那你說 你寫毛骨悚然耶哥 你寫毛骨悚然耶 我講的 我講毛骨悚然是你講說 黃子嘉行為不嚴重 然後國民黨跟你 難道國民黨要幫你的價值背書嗎 這件事情毛骨悚然